华联施公所原住民文化历史馆举办了 太鲁阁族《地资记生活逃逸伴手礼》的成果发表 市长为嘉贤发给学员结业证书 同时也肯定老师的用心指导 他表示透过创意手作的指导 希望能够为部落产业创新带来经济成长 同时注入新的商机 为了推广原住民记忆文化 华联施公所陆续开办太鲁阁族传统支付 还有生活逃逸伴手礼的研习课程 邀请到专业老师 指导学员们从认识文化到手作工艺品 一步一步的完成每一件作品 我们做了一些部落的一个图文 然后表现在已经很现代了 放在图框里面 对 想要说有一点发想 让它变化多一点 大家可以在家里 因着这样的传统支付 再延伸过去的话 我们还可以做了一些不同的产业的一些发想 我们是以阿梅陶为主 因为早期的阿梅陶的制作方式非常非常的繁复 而且它还有一些禁忌 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用各种的技法 让他们学习制作陶土的那个方式 经过一段认真的学习过程 不论是编织或陶艺都有精彩的作品呈现 市长魏家贤也特别为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 肯定大家学习传统技艺文化的精神 在部落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技能课程 那都是部落族人们 他们非常想要来做的一些事情 那有关于有一些像 纪念品的部分 宣导品的部分 伴手礼的部分 我们都一一有在开 那还有职能训练的部分也有在开 那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个相关的成果展 也希望藉由这样成果展提升我们每一个来上课的学员们更有自信 那未来能够产出更棒的一个作品 不论是在任何职场上面都能够得到更有用的一个训练 未来可以发挥出来成为部落最重要的伴手里 市长表示希望透过传统支部还有陶艺的研习课程 让素人也可以成为职人的工艺师 融合在地文化工艺储创特色 还有生活美学功能运用 展现原住民族潜在的艺术天分 进而可以培养原住民族人对文创工艺的兴趣 未来还可以以创意手作 量身定做为诉求 结合在地产学研合作机制 为部落产业创新带来经济成长 并且注入商机 这里会换时报导